3C崛起 几乎人人都有一只手机 走到哪里都能用拍照记录生活 为了让大家摆脱一成不变的拍照姿势 并且善用构图角度等技术拍摄出好照片 知识管部公司 特别在今年4月7号 开设手机摄影研习班 并且在5月5号举办成果展 去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说 我们到此宜有 就是会拍个纪念照之类的 可是我们要怎么样 把它拍得好 因为大家都是手机拿来就是随便拍 随手拍就会变成随便拍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 学跟人家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他们超厉害的 而且昨天在讨论他们的作品的时候 我每一张都很想要帮他们发表出来 因为真的大家的表现 就是跟第一张 我刚刚就很想说大家要不要来看一下 你们之前拍的照片没有人想看了 对我就觉得真的是还不错 而且学员就是大家就是 就是会有会问问题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觉得问问题 是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 因为你有问题就是表示你有 你有学你有练习 对而且这是对老师的一个回馈 我是觉得真的是还蛮棒的 本次手机摄影课程一共有五堂 除了学习技巧之外 也带领同学一同到户外实际操作 并且在成果展当天 上台与同学分享自己最满意的一张照片 现场欢乐有闻心 之前不会取景啊 那现在会用手机去框景 然后在那个框的里面去用眼睛去看 然后去思考构图 现在帮家人跟朋友拍照有更有信心吗 当然有信心啦 虽然我们只上了五堂课 这样 老师叫我们怎么摆pose嘛 然后那个构图啦 就是制作三分法啦 引导线啦 很多拍像 这个拍照 如何让照片弄得更漂亮 那老师叫我们很多美图秀秀啦 朝日拍啦 那就是感觉上很棒啊 这是我们公司表示 由于此课程深受好评 日后将择棋再开办第二期 手机摄影研习班 另外还有歌唱班 广播班等等 鼓励听众乐在学习 有兴趣者可以持续锁定 振声广播公司 LINE群组或是粉丝专业 掌握第一手讯息 以上新闻由张笑愚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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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